还记得新世界中的那个电梯战神丁青吗 他又来了 这次不是黑社会的老大了 作为一名前国防安全部门的特工 组织被遣散之后 为了生计老黄不得以下海当了杀手 没工资没社保全靠自己来养老 做杀手多年钱也攒够了 老黄打算干完最后一票就筋喷洗手 一直负责派活的炮灰书 交给了老黄一个艰巨的任务 让他去干掉日本关东组织的 东京分部长原本禽兽 这个原本禽兽其实比禽兽还禽兽 杀人越货无恶不作 由于原本禽兽所属的组织异常强大 因此没有杀手敢动的 老黄可不管那么多 自要是给钱 甭说禽兽了 就算是阎王爷他也敢杀 因此老黄接到任务之后 马上就来到了原本禽兽家 七里咔嚓就把这个禽兽杀了 这下老黄可捅了马蜂窝了 虽然原本禽兽是个吃货 可他那位绰号叫屠夫的弟弟 那可不是省油的灯 老黄在酒馆里边喝酒 边计划着到什么地方养老 后来一打听了 据说巴拿马这个地方山清水秀 于是便决定前往 春花是老黄昔日的恋人 虽然两人已经多年没有联系了 但春花偷偷的为老黄生了一个女儿 这事老黄至今是一点都不知道 现如今的春花带着闺女住在泰国的曼谷 春花把闺女小田田送到学校之后 便去找中介继贼书商量投资高尔夫球场的事 由于卖家把未来描绘的过于美好 这反倒让春花犹豫起来 眼瞅着这单生意要黄 可把中介继贼书给极快 下午放学的时候 保姆到学校把小田田接走了 但保姆并没有带小田田回家 换句话来说 保姆在金钱的诱惑下 和她老公一起把小田田给绑架 老黄正规划着自己美好的养老生活 突然接到了曾经的上级领导王大白的电话 王大白说我接到了春花的电话 他说有事要找你 我问他什么事吧 他又不说 老黄说春花要是再给你打电话 你就说我已经死了 那么老黄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当年春花的不辞而别 让他伤心欲绝 春花之所以那么着急找老黄 就是因为他闺女小田田失踪了 联系不上老黄 可把春花也急坏了 虽然他已经报了警 但这帮警察的办事效率 根本指望不上 就在春花着急上火的时候 绑匪突然打来了电话 让春花带着钱去赎人 并且不能报警 否则马上辞票 旧女心切的春花 想都没想就去了 当老黄再次接到王大白电话的时候 被告知春花已经被绑匪杀了 这也让老黄 禁不住想起了八年前的那一幕 当时老黄所处的国情院国外机密小组 因一次意外事件刚被政府给解散 为了防止走漏风声 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卸磨杀驴 把小组成员全部干掉 组长王大白希望老黄赶快逃跑 跑得越远越好 当时的春花也在政府公司工作 在和春花道别的时候 老黄遭到了有关部门的追杀 老黄当时犹如电梯战神丁清灵魂附体 很快就摆平了两个龙头 回忆完过去 老黄从日本回到了韩国 此时春花的遗体 已经从泰国运回了韩国 虽然春花当年抛弃了她 但毕竟是自己深爱的女人 看着心上人被折磨得体无完肤 老黄的心的碎了 春花死了 孩子还没找到 可想而知老黄是什么亲戚 虽然她还不知道 小甜甜就是自己的亲戒女 但她必须要找到孩子 给春花一个交代 晚上老黄来到小饭馆 跟王大白见面 这时王大白说出了一个多年的秘密 原来当年春花怀孕之后 王大白让春花做出选择 要么打掉孩子去找老黄 要么留下孩子离开老黄 二者只能选择起义 春花经过深思熟虑 决定生下她和老黄的孩子 从王大白的小饭馆出来之后 老黄接到了给她派活的炮灰叔的电话 说原本秦树的亲弟弟 绰号屠夫的宰栽 出现在了原本秦树的葬礼上 由于这哥俩多年没有联系 因此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们是亲兄弟 目前宰栽正在满世界 寻找杀她哥哥的兄弟 炮灰叔让老黄赶快去巴达马 毕业风等 两人正在通话的时候 炮灰叔的汽车突然就会撞 当炮灰叔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被宰栽的手下给破捉了 这炮灰叔也是个软骨头 马上就把老黄和王大白的行踪说了出来 宰栽这个屠夫的绰号那可不是白叫 他最擅长的就是给人开汤抛毒 所以不用想就知道炮灰叔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在王大白的安排下 老黄前往泰国寻找自己的女儿 从炮灰叔嘴里得知了王大白的地址之后 宰栽来到王大白的小饭馆把王大白给杀了 然后又通过小甜甜的寻人启示 得知老黄已经去了泰国 于是马不停蹄的追了过去 老黄来到泰国的曼谷 找到了联系人胡子书 胡子书经过调查 锁定房产中介鸡贼叔为最佳嫌疑人 这个鸡贼叔在韩国的时候 就因为诈骗被通缉 来到泰国之后 专门挑韩国人下 锁定目标之后 老黄把鸡贼叔给绑架 作为一名特工兼杀手 老黄在折磨人方面有着独盗之处 这鸡贼叔很快就扛不住了 交代了自己绑架小甜甜 杀害春花的犯罪事实 至于小甜甜目前在哪 鸡贼叔说已经被保姆给杀害了 孩子的尸体只有保姆知道 因为杀害孩子这件事 他并没有参与 干掉鸡贼叔之后 老黄开始寻找保姆的下落 他这边正忙 或者宰宰也来到了曼谷 并且在当地人的帮助下 得知老黄正在寻找自己的闺女 当地这帮人发现宰宰很有钱之后 就想来个黑吃黑 可他们哪里知道宰宰的厉害 当这帮人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已经晚了 宰宰七里咔嚓 把这帮家伙全给杀了 这场戏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展现宰宰的实力 老黄顺藤摸瓜 很快就找到了保姆两口子 经过刑讯逼供 保姆说出了事情 原来保姆并没有杀小甜甜 而是把孩子卖给了当地的黑社会 黑社会之所以买这么多小孩 主要就是为了给一些有钱人提供器官 由于老黄在曼谷人生地不熟 胡子书便把伟娘推荐给了老黄 让伟娘帮着老黄寻找孩子 这伟娘急等着前度手术 于是便爽快地答应下来 胡子书给老黄提供了一个人贩子的电话号码 让老黄谎称要买孩子 趁机查出小甜甜的下落 两人来到关押孩子的地方 但是被告知小甜甜已经被别人预定了 并且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 为了搞清楚小甜甜到底被转移到哪了 老黄踹开门找孩子们询问 其中一个刚刚度过手术的小男孩 说出了小甜甜将要做手术的地方 老黄和伟娘刚想把孩子们救出去 黑社会的打手们就出现了 接下来是一场动作戏 摆平了几个打手之后 老黄威逼着看守孩子的龙套姐说出了事情 原来小甜甜已经被带走做心脏移植手术了 老黄这边刚打听出孩子的下落 宰宰杀气腾腾的就赶到 新世界中两个亲密的好兄弟 就这么毫不犹豫的掐了起来 由于两人的水平差不多 因此打了半天也没分出胜负 老黄着急找孩子无心恋战 虚黄一招撒子聊了 伟娘抱着小男孩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被文学而来的警察逮了正着 在警察的威逼利诱之下 伟娘不得已说出了老黄的去向 老黄根据线索寻找孩子 宰宰则准备好枪人弹药 准备跟老黄绝一死干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 老黄很快便摸清了女儿小甜甜的下落 此时的小甜甜被关押在一个破房间里 当她来到窗口往外张望的时候 刚好被老黄一看见 很快小甜甜被带走了 老黄一看急忙开着追赶 可就在这个时候 宰宰坐着电动三桌赶到 紧接着就是一场枪战 哥俩正打得热闹的时候 警察也加入了这场火瓶 现场打的是鸡飞狗跳 甭提多热闹 老黄在乱军之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赶到手术时把女儿给救了 自己的地盘连续出事 可怕黑社会老大给弃坏 当着自己手下的面 把受贿的警察给臭骂了一顿 就在这个时候 宰宰单枪匹马杀到了 由于两人都想干掉老黄 因此很快就达成了协议 联系上偷渡的舌头之后 老黄带着女儿去买了新衣服 毕竟是自己的亲闺女 老黄想想冲花再看看女儿 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 难受的不行啊 老黄付完钱 舌头把上船的时间地点告诉了他 当他返回旅馆的时候 宰宰带着人生等着他 接下来又是一场鸡毛乱飞的动作戏 老黄虽然挺能打 但架不住对方人多呀 加上他一直牵挂着女儿 因此很快就被宰宰给活捉了 眼瞅着老黄要玩犊子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伟娘及时赶到把老黄给救了 然后是老黄和宰宰的巅峰对决 两人掐来掐去 谁都没赶着便宜 老黄为了救自己的女儿 一颗手雷和宰宰同归于尽 影片的最后 伟娘用老黄留给她的钱 带着小天天来到了巴达马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食压经 做人如果走邪道 早晚有天遭恶报 不仅连累身边人 自己也来交饭票